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鱼醉》 长书新原著 光合积木之作 起点中文网 喜马拉雅 联合荣誉出品 第269集 鱼醉觉得虎妞这个名字特别奇怪 李川阳笑着解释 开路虎的妞 谁叫虎妞啊 什么来路 她是大学生村官 来乡中兴村已经一年多了 我怎么一直没见过她 那是因为鱼所长你不常来 虎妞也不常来 这么大派头啊 虎妞啊 是临时鱼刺 一家煤厂老板的闺女 据说身价可高了 家里有房子十来套 豪华轿车也有好多辆啊 李川阳喷着拓沫星子一说 所长果然被震住了 她震鱼醉一个布房 溜去给虎妞帮忙了 鱼醉笑了笑 在本省 这是土豪家庭安排子女的一个捷径 下乡干点成绩 然后铺好路 有上一辈的应诱 换个仕途得意 其实土豪和普通人 在某种心态上是共通的 都不愿意子女重复自己走过的 鱼醉笑着掉头走了 有些事对于于所长而言 可算是曾经沧海难为水 她见过的土豪不少 这个不算是最大的 要不卑不亢地和这类土豪说话 鱼醉估计自己做不到 最起码羡慕极度恨 那种负面情绪就消除不了 在场唯一一位赶转身而走的警察 让正指挥重乡警搬东西的姑娘一样了 她撒着一条中华烟 问着乐滋滋地往口袋里塞烟的李呆 大头 那是你们新来的所长 对 副的 还是个挂直的 碰他不了几天 能再知道云回来 就没他说话的地方了 就是 怎么也不吃八火 把这孙子赶跑得了 那姑娘笑了笑 知道这些乡警已经自由惯了 现在有所长反而不适应 他叫众人把东西搬上楼 自己却奔向那个身影 远远地招手喊着 哎 站住 说你呢 就是你 于所长是吧 远处的于醉停了下来 稍有讶异地回头 朝他跑来的姑娘 灿烂的笑容 奔放的表情 飞扬的长发 让他又往邪处想了不少 他强自定着心神 保持着于所长的威严 背着手站定 那姑娘却是哈哈笑了 他面前这位新所长 看起来年纪并不大 偏偏是一副很老成的样子 怎么看怎么怪异 他笑着走上来 伸出手 你是新来的所长吗 认识一下 我是阳头牙乡中心村村官 毕家院 那只伸来的小手 浑然不似这里村妇的 耙子大的粗手 让于醉微微心动 很严肃地握了握手 自我介绍道 于醉 上次来听说过这个名字 你不在 好奇怪的名字 我名不复实 您可是明智实规啊 还真是家园一味 终于听到一句 能入耳的赞美 不像这里的土边 留着哈喇子 只会说一句 丽姐你真好 李家园笑了笑 坦然受执了 他上上下下 打量着鱼醉 接着说道 听说你是位人物啊 是人 不是物 那不一定 敢揍狗哨的人 而且揍了还没事的 一定是人物 李家园很确定自己的判断 笑吟吟地打量着鱼醉 那眼光有点不对劲 似乎像王寡妇丑 精壮铁血汉子那种眼神 鱼醉浑身不自然地耸耸肩 尴尬地笑了笑 转着话题 李村长 咱们以后工作免不了来往 还请多支持 那是当然 不过你们的工作嘛 这么说吧 这儿的治安本来就好 如果没有你们这些乡警协警 治安会更好 李村长看来真是深入群众了 确实体察到基层的民情了 你这人挺有意思啊 不过我觉得 你的工作应该很难开展 为什么 这儿除了你和狗少 都是本乡本土人 而且狗少又在你之前来的 你打了他 自然不好开展工作了 这问题不大 还有个指导员没回来 那俊老头 连狗少也俊他三分 更难相处 这个 我得见了才能知道 还有啊 你们的经费是个大问题 据我所知 除了工资 根本没有奖金补助 配的油料只够骑摩托车 那辆破长安 有大半年没动过了吧 哟 李村长不愧兄弟 真厉害 连这个也知道 那您的意思是 给我们赞助点 于醉的心思当然敏捷 他似乎觉得 李家元说这么多困难 想显摆什么 想炫富 那正好 于醉正愁 没地方吃大户呢 李家元往后一看 那几位搬东西的 回头神神秘秘地 对于醉说 做个交易怎么样 什么交易 于醉不自然地凑了上来 他闻到了一股 淡淡的香水味 喝气成雾的天气 那股子味道特别清晰 香水还挺好闻的 自从林解除任务之后 又饥渴好久了 要不怎么鼻子这么尖 竟闻到女人的味道 替我再教训狗少一顿 李家元恶狠狠地道 那还是刚才那么个灿烂笑容的样子 于醉起念顿笑 愣了 傅家女 搬家哨 这可是天作地合的一顿 怎么看起来 也不像有深仇大恨的样子 干不干 理由呢 我烦 我烦死他了 你到县城打听打听 您这属下狗少 是个臭大街的活 天天追我背后 谁抽惊谁笑话我 你帮我一回 最好揍他个生活不能自理 好歹各家躺上一两个月 我也清静清静 哦 能看上狗少那顽苦德行 确实挺难的 怎么样于所长 你要是办了 我给你解决经费问题 不合适吧 花钱找人 揍他个生活不能自理 对您来说 难度不大呀 我没这门路呀 要不 你帮我找 明明基层干部谈工作嘛 偏偏搞得像黑社会一样 为了砍手剁胳膊 在这里谈价 于醉看到了李一峰一行回来了 笑着硬道 这么着 让我考虑考虑 我觉得 你这个合理化建议非常重肯 那尽快给我回复啊 丽家园看所长这么爽快 高兴地回头 往乡政府宿舍走 李一峰舔着脸说话 他爱理不理 反倒是对乡警里那几个歪瓜裂枣的态度不错 看来是剃头担子 一头热 于醉现在倒觉得狗哨也确实不容易 明明是个官二代 还被人家富二代瞧不起 村长回去了 所长回去了 乡警们各自掏着立村长发的好烟 滋巴滋巴地抽着 而李一峰却是一脸男色地看着村长的方向 又看看派出所的方向 为难的他直吸凉气 李呆凑上来问 冯哥 咋了 虎妞还没上手啊 上个屁啊 手都没摸过 想摸的话 妞多得试试 那能一样吗 和这妞在一起 相当于和上千万资产在一起 差别大了 是是是 这年闹拼得就是低 拼不过就拼媳妇大爹 冯哥 村长搞不定 慢慢搞 先把所长搞定吧 他妈的 你看我这脸 我上午叫做小娃娃滑的警车 想让他个人一会儿 谁知道回头把我自己搭进去了 李呆指着自己脸上的伤 把今天的事讲了讲 听得李一峰大眼瞪小眼 旋即又是哈哈大笑 直骂李呆是傻叉 骂完了 又把众哥们一句 李然说道 兄弟们 这回咱们遇上对手了 根据我在外面打听的情况 余罪这个人呀 咱们可能根本惹不起 众人不信 李一峰详细介绍起来 又是撇嘴吧 又是拍巴掌 那是极度出乎意料的表现 听得众乡警皆是惊讶 玄机又开始商量对策 哥 对抗不成那就妥协 毕竟他们从来都是软得欺硬得怕 今天来啊 就是办这事来了 狗哨都说了 乡警们自是不敢再有异议 所长确实不好惹 商量了一会儿 分头走开 李一峰一人进了派出所 做贼似的东瞅瞅西瞧 不一会儿站到了所长办门口 眼睛一眨一眨瞧着鱼醉 像犯了错等待老师处罚的学生 进来吧 站着干什么 警察条例学过没有 无故矿工15天 可以提请清退 鱼醉唬着脸扮领导 看这样威胁已去 此时也发现了 这个恶少的内心还是个小孩新兴 估计是爹护着娘惯着 还没来得及长大 所长 你不能这么卑鄙吧 你都旷了十几天没来 回头到说我都不是了 李一峰大眼瞪小眼道 似乎觉得所长不应该挑他这个毛病 于醉于饿 是了 没擦干净自己屁股 千万别说别人 他板着脸道 我是所长 你是所长 你是 你是 李一峰堆着笑进了办公室 似乎没有发生过以前被打的事 他殷勤地倒着水 恭敬地给所长放桌上 舔着脸笑 那笑怎么看怎么贼 于醉哭笑不得地问他 你坐下 好好说会 今天是怎么了 今天啊 我是专程赴经请罪来了 狗善 你说赴经请罪 请罪倒是想 赴的经呢 多人小说剧 于醉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